話說有一天我去了山頂的立像館 很多人都想跟自己喜歡的立像明星拍照 偏偏有一個立像要排長龍拍照 想不到想跟他自拍的人 比總統和主席級別更多 應該有很多人想沾他的財氣 沾到萬分之一都不得了 有些人買超級名標都是想突顯自己的身價 因為名標就像遊戲裝備一樣 買得起就帥 某程度上就是身份的象徵 話說有句話 左手身一身 貴過你全身 不過今天講的主角 看到圖就知道了 可能有些人以為成哥平時戴著錶一定很貴 但成哥今時今日的身份地位 已經去到江湖上責業成劍的境界 即是基本上他出名過名標 這個是香港粵語專業手錶頻道 如果喜歡手錶的理由還沒訂閱的 就快點訂閱和按旁邊的鐘仔 應該倒過來說 人家戴著名標就是想自己威風一點 成哥戴著錶反而令錶更出名 成哥平時戴著什麼錶呢 成哥戴著錶是什麼型號 成哥獨具慰眼做過很多決定 很多時候很多年之後 人家才發現是補的 都說超人很有軟件 上網見過很多報道都知道 成哥戴著錶是黑色光動能的Citizen 但經我們由Citizen官方人員認證追尋下 今集終於揭曉成哥戴著錶和型號 看完之後就會知道超人的厲害 我反轉整間公司 終於被我找到一隻這麼多 馬上來個錶 因為我強力 我省電 用耐力 我願求之 願建立一個書 就是這隻CB3015-53E 星神光動能H128機心 充滿電後 沒有光的情況下 都可以正常使用6個月 防水性能10個巴 即是100米可以帶著油水 只是厚9.3mm 錶盤直徑40mm 錶殼和錶帶是超級泰金屬 泰金屬表面做了Duritate DLC濾轉碳眼磨技術 比起一般的Super Titanium更堅硬 錶面採用藍寶石防花鏡面 可以說是整隻錶都是生活使用防花 逆境的時候 你要問自己的條件夠不夠 當我逆境的時候 我認為我很夠 錶盤有萬年曆日期顯示 電池不足都會有顯示 防止過度充電有坑電功能 環球電波較準 五局電波可以接收歐美 日本的東邊西邊和中國 世界時間和夏令時間都有開關功能 人要用金錢之外的思想 保留一點點自己值得自傲的人 心得更加有意義 無論內涵和外表都是這麼厲害的錶 還要有理事力場守護下 竟然這隻錶是這樣的價錢 官方定價7080 想知道有什麼優惠 可以在Discussion、WhatsApp有專人解答 今集影片是這麼多 記得點讚、訂閱、按鐘仔 手錶資訊免費看 下集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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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